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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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前國中高中 基本上我的訓練對象都是男生 男生的速度一定是比你快 全比你重 反應比你好 那其實我以前也都是 就是被他們打得鼻心臉腫 對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勇氣的部分 你要去有勇氣地去面對這些男生的拳 因為拳擊他這個運動 對手出拳來 你如果一昧地往後面退防守 那你就永遠都是被動 你只有往前衝 就是勇敢地去面對對手的拳 去做出反應 你才有辦法先一步地打到對手 基本上教練給我的東西就是 什麼都練 體能就是跑 要求你要跑得比男生快 你出拳要出的比男生多 速度就是盡量超越男生 就是要比跟你一起訓練的男生好 那你才有辦法變得更好 亞運打完才開始升量級 跳到57公里英級 因為畢竟輕量級應用的技術 跟中量級應用的技術就是不太一樣 對 那再加上一點就是說 自己的身體的抗擊打的能力 就是說你怎麼去跟對手抗衡的那個能力 這一年的時間調整 那也剛好我們也有 外聘了一個外籍體能教練 那他就特別來給我們 就是量身打造的一個訓練課程 在這一年當中 其實慢慢的都有感覺到說 這位外籍體能教練 帶給我的一個成長是非常多的 就是剛開始練 可能前半年就會沒有感覺說 到底哪裡變得比較不一樣 然後直到2020年底到 就是2021年初 可能在訓練當中自己的力量啊 速度都有提升 很多的算是重量訓練 它就是有點結合我們專項的東西去做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前面我們有做到的要求 我們拿到之後登地轉身用腰然後 推腰球把球推出去 其實這就是一個很模擬我們全級專項的一個出拳動作 就是比賽場上或者是訓練場上 我一踩到這位置 我就知道這個動作可以做了 就是你會對自己有比較多的一個掌控 然後甚至是就是可能在體能部分 200就譬如說可能只能跑在30秒出頭這邊 就是短距離的衝刺 就對於田徑選手要進步 不要說1秒 0.01 0.001 這種東西都是非常困難的 那我可以提升了1秒 2秒 甚至更多 所以我感覺到說 其實真的對於自己的爆發力真的提升了蠻多 營養品的部分的話其實對於我來說 不僅是在比賽期 在出發前或是賽前準備的時候 其實自己就要去習慣這些營養不積品的使用 以往對於我來說 就是長期會有需要體重控制的問題 我降體重 我一定是全身軟趴趴 我就沒有力嘛 那訓練前我就會補充一些 譬如說像是活動之類的東西 身體能夠快速的補充一些能量 打完之後 教練可能會叫你去 譬如說要慢跑 或要去跳繩 要去踩飛輪做一些輔助 你打完了怎麼還會有力去做這些東西 那就是再吃一點 然後可能緩和一下 然後再去做這些東西 對 這才有辦法幫助我 把整個高強度的訓練可表去完成它 對 讓你在降體重的同時 你又有辦法有 像你不降體重時候的狀態 甚至更好 睡眠對於運動員是非常重要 睡不好 那你更不用說你隔天的訓練要多好 對啊 所以比賽的時候更為重要 其實流傳了一句話就是說 你在比賽的時候 你有辦法睡得比對手好 睡得比對手香 那基本上你比賽已經贏了一半 像我其實很多朋友 他都會問我說 我重訓完要吃什麼 我有在練拳擊 然後我可以做怎麼樣的調整 因為他都會說 我這裡算那邊算 我會說練完一定要伸展 你練完高強度的訓練完之後 你一定要伸展 那伸展完之後 你的強度有到 可以去補充一些高蛋白基酸 BCA這類的東西 那其實這些東西 都可以幫助你的身體快速的修復 拳擊運動會有一個刻板印象 它就是一個暴力 就是一個打架的運動 以前我在接觸這個運動的時候 就是我媽媽她可能會這樣認為 那自從我接觸之後 我帶領著媽媽一起接入 認識拳擊之後 她就會覺得說 其實不是單純的就是 暴力打大家的運動 它其實更多的是 你學習這個技能 你可以保護自己 所以我希望說 他們對於拳擊運動 就是可以用更多的角度去 觀看這個運動 每一段時間都會進行 你去不要找我 你去處理一下